這些成年拿起出來 所以我就說什麼種什麼 這幾年才拿起出來 對 對 剛才說 他說 是我們這個 宜蘭河 宜蘭河很漂亮 宜蘭河是這個 宜蘭的上面 宜蘭橋 宜蘭橋 金山一號橋 二號橋 宜蘭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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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到出海口 那個 這個 這個 南港 這條河 很漂亮 老師我創作過這麼大的 很聰明 很聰明 對 很聰明 很聰明 第一次 第一次 材料跟以前 都比較不一樣 因為過去 我這二三十年都有 粉彩 這是油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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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最好的油畫 它比較擺過 才知道更多 應該是沒有什麼差 沒有什麼差 對 即是上角度上 看這個圖的 專心 給它 跟你說 請示 我們心裡面想出來 跟這個 結合 這樣就是 即是上 應該是 角度上 沒有 沒有差 對 這樣 要圍幾間 圍幾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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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圍兩間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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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圖書本的空間之後 他覺得 在我們的 電梯門口 如果讓學生一出來 可以看到我們宜蘭的自然美景的話 讓學生能夠清淨自然 然後提升學生的文藝的氣息 或是藝術的氣息 這樣的話 這是一個嘗試性的開始 那未來 如果在學校 有更適合的場所或是地方 我們也希望能夠邀請 縣內裡面的畫家 能夠來為我們 校園 多天真 許多的 畫畫 圖形 藝術作品 讓學生能夠 討養他的 藝術氣息